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 1958年9月10号到11号 时任中国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 亲临他自己竖起了一面红旗 自己确定的一个共产主义的试点单位 河北省徐水县视察 那么一周之后人民日报9月18号 刊发了署名康卓的一篇长篇通讯 标题就叫刘少奇同志在徐水 那么透过这篇报道 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 当时在中共党内的这个地位 作为武风的始作勇者 当年刘少奇在大跃进中所起到的作用 可以说跃然之煞 说这个奇文共欣赏 我把这篇这个通讯的这个部分段落给大家读一读 中间的一些内容呢 我就概括性的给大家做一点复述 开篇 我们党中央的刘副主席 不顾辛劳疲累 不顾汗透的衣衫 不顾庄家丛中灼热的阳光 和铁水炉边的炙人的红火 一直精力饱满和神采焕发地 走过了徐水城乡的广大地区 少奇同志的思想 言谈和荣光笑貌 也就这样深深刻印在徐水人民的心头 刻印在这儿 永远跃进着和沸腾着的平川和山地 这是开篇 了得 来到了自己 这个 属于自己的 这个试点 刘少奇 一路之上 兴致盎然的 在这个卫星猪场 看到这个养猪场旁边有树 就很没称赞 并且说 这是个办法 除了灾树 猪圈旁边还应该种瓜 刘主席很懂得这个农业和畜牧业 猪圈旁边 他说还应该种瓜 不知道这有什么根据 听说这里有人给庄家灌狗肉汤和打针 打葡萄糖 打胡麻油和棉油 不禁诙谐而风趣的说 那么做真的有效果吗 哈哈 那你们可以养狗啊 狗很容易繁殖吗 在视察封产地的时候 更多的是随时随地给予的宝贵指示 看过一些秘植作物 少奇同志说 你们这里种大旗子的办法不错 只要旗跟旗之间留个小笼道 能进去人就行 要除草 建苗的话 可以做个寸把宽的小厨 也可以用镊子夹 这就是也算出身农村啊 这刘少奇 宁乡农村吗 这个出身农村的这个 尽管是地主家 但是也应该耳濡目染点农事和农活了 刘少奇同志在1958年9月份 在许水座现场知道的时候 竟然教农民怎么样除地 就是你密植 密植完了之后呢 人就进不去了 那怎么建苗呢 怎么样拔草啊 是你做点寸把宽的小厨子 神经就能除草了 或者干脆你们用镊子夹 镊子 用镊子 你想象一下那个要按照刘主席的 刘副主席的指示 许水同民啊 趴在那田 头地间 拢头田间啊 这是 用镊子一根一根的去建苗 去拔草 那是怎样的 一份创造 那是怎样的一份景象 大家想一想 靠过许多风产卫星田和实验田 少奇同志提议 要大家具体的算一笔账 比如说 重高粮 是重一亩亩亩两万斤的核算 还是重十亩亩亩两千斤的核算 鼓励大家大胆实验 少奇说 实验的东西不要怕失败 失败的也总是小范围的 失败的也不批评 西药666 就失败了605次 我们要有不怕失败的精神 少奇同志 这除了旁空 旁证博弈 大胆实验 告诉许水人 说有种西药 我们小的时候 还有一种农药 我记得就是那个 那种农药叫666 是一种农药粉 好像是 这刘二祈都知道 刘二祈说西药666 失败了605次 才实验成功 以这个势力 来鼓励水人民 走到了一座当地的公墓 一个公社的这个公墓 这个刘二祈就建议说 给这个公墓 这个栽花种草 种树 并请美术家设计一下 把过去人们一见就难过的坟地 变成大家看了都高高兴兴的公园 不得了啊 接着 这篇报道 写到 少奇同志还和大四个庄的 大四个庄的社员们一到 参加了深掘 风产麦田和翻山要秧的劳动 这时候 簇拥着少奇同志的掌声和欢呼 突然平静下来 有些社员感动得热泪盈眶 和张嘴结舌 在少奇同志走了以后 翻山要秧的社员浑身是劲 宛若冲锋般一股作气 就把五五秧子翻完 十八岁的姑娘严肃花说 这块地我就是不吃饭 一个人也要翻完呀 这是咱们党中央刘副主席翻过的地呀 热泪盈眶 张嘴结舌 感动得看着刘副主席 宛若冲锋般一股作气 就把五五秧子给翻完 你看我们这小年轻的丫头怎么说 这是咱们党中央刘副主席翻过的地呀 还有野炼厂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刚刚建立起来的 到处是砖瓦铁石 是正在生产或正在修建的小高炉和土炉 是临时睡觉的帐篷 是沸腾的人海和冲天的红火 刘少奇同志非常喜欢这些东西 几乎是专找红光漫天的所在视察 他在洗水县委和安心县委同志的引导下 看了每一座小高炉和土炉 拾起各种铁矿石 加以比较和询问 研究小的风葫芦和大的古风机 以及暖风石 计算每一炉的原料和成品 铜链铁工人 杂矿石的小工 以及女机器手 谈话 有一回甚至还踩到了刚刚出炉 而火烫熏人的铁渣上 在那个露天的战场 少奇同志不仅时时高扬着手 回答人们激情的鼓掌 而且还在看过一炉出铁之后 伸出巴掌 同工人握手 接着又热烈的鼓掌 祝贺大家 应该说 少奇同志简直就亲身参加了那儿的炼铁 在一天多的时间里 刘少奇同志并不只是视察了 徐水城乡的几个地方 而是深入到了全县人民的心灵深处 徐水县委关于最近几年 全面跃进的规划草案 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以前就看过 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 那个规划草案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说过的 59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63年就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目标嘛 以及下面一堆一堆的配套设施 还有辅助的一些小目标嘛 我昨天给大家说了 刘少奇视察以前就看过 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 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 早日向共产主义过度的热情和干劲 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刘少奇同志的全部指示 已经快如闪电般深入人心 社社村村都举行了狂欢庆祝 和向着更高峰跃进的宣誓大会 商庄公社12日的半天多 就种卖和收秋七千亩 三头六臂 曹河公社马上从后勤部门 精简了2000非生产人员 投入了生产 一个公社一下就可以投入 2000非生产人员投入生产 这公社多少人 这些多大的公社 野炼厂的12号土炉 创造了日产一吨半铁的新记录 受这个刘少奇同志的这个鼓舞 视察的鼓舞 徐水人民把幸福光荣和重大的责任 当做了一件事 一个个都鼓起了直上云霄的干劲 鼓起了保证永远跃进的决心和信心 这就是1958年9月18号人民日报 发表的刘少奇同志在徐水 主体的内容 大家听完之后有何感想 有何感想 能感觉到当时刘少奇在党内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一言九鼎八面来风啊 呼风唤雨 这个 那样的党内地位吧 能看到当时全国人民 这样的一个缩影 徐水县的干群 对刘少奇同志的那份 准确点说个人崇拜了都 神的呼气 你简直 你再看看刘少奇在徐水 说是两万斤高粱也好 然后还是什么 我刚才给大家念叨的 一系列的刘少奇同志的表态 狗肉汤 葡萄糖 香麻油 什么一系列的东西 公墓变公园 大家是否也同时嗅到了什么叫浮夸风 什么是共产风 是否也大致能够看出了这个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源头 大致在哪儿了吧 那么 对于刘少奇树立起的这样的一个试点 对于这个试点 徐水 搞的那些个短期之几天之内就搞的那些个昏天黑地 昏了头似的规划 目标 和各项指标 以及他们发疯了似的表演 毛主席是怎么看的 58年10月2号到10号 中央工作会议在郑州举行 就是所谓的第一次郑州会议 毛主席在会上对徐水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点名在郑州会议上批评了徐水 毛主席怎么说 毛主席说徐水的全民所有制 不能称是建成社会主义 小全民所有制 及大体集体所有制 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掉拨 这一点需要讲清楚 同全国全民所有制不能混同 人民公社的产品不能掉拨 同国同国营工厂不同 如果混同就没奋斗目标了 现在不少干部对此模糊 毛主席说不少干部对此模糊 如果有人说不是 就说是又轻 我国商品不发达 现在有些人总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 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 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 毛主席在讲话中提醒与会者 究竟安刚是大哥 徐水是大哥 有人以为中国无产基地在农村 安刚八级工资制 未成立人民公社 是落后了 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 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 好像农民是无产者 工人是小资产阶级 毛主席说谁呢 毛主席怎么 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 就以为徐水是大哥 好像农民是无产阶级 工人是小资产阶级 谁在徐水跑了两天呢 9月10号到11号 毛主席说 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 有的同志 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 是马克思主义者 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口 毛主席批评谁呢 靠足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说谁呢 毛主席对徐水工作 进行了批评 说徐水是急急忙忙往前闯 批评了徐水的浮夸方 毛主席说 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 不实事求是 第一次郑州会议 针对徐水 毛主席说的这些话 事实上 就是针对着刘少奇 言语之间 充满了毛主席对徐水 对刘少奇的极度的失望 你也听出来了吧 紧接着12月份 中央在武昌召开八九六中全会 做出了关于人民公社 若干问题的决议 随着这个决议的出台 徐水 这个邓小平亲自树立的那面红旗 亲自搞的共产主义的试点 仅仅四个多月 就胎死死终了 还让他活 还让他表演 那将对中国的整个农业和农村 构成多么大的危害 这就是刘少奇 在大跃进之初 自己搞的那样的一个试点 这就是刘少奇在大跃进中 大跃进中最典型 最集中的一场秀 不仅如此 九月初 离开了徐水 顾完结了之后 这个 还要早 还要早 七月份 七月份 我们是说徐水 是说到了九月份 刘少奇去 这个 再往回说一说 七月二号 七月二号 刘少奇在北京市井商发电厂和工人座谈的时候 就提出了极为大胆的设想 就是比当初他在四五月间在全国复联的说的 要往还要离奇的 还要离谱的 他的设想 他怎么说呢 他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 两年三年就行了 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 这不是假的 这个刘少奇啊 多么诚恳 跟发电厂的工人们说 钢铁 煤炭 明年就可以超过 电要慢点 多几年 大概五年 五年不行 七年 其他大都是两年三年 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 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 七八年就行了 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 四个美国 美国就是多几吨钢 和其他工业产品 十五年 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 包括苏联 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 面积也差不多 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 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 发挥地方积极性 十五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 河北要超过英国 河南要超过法国 再一个超意大利 再一个超西德 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的喊 认为中国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理由 便是人多 劳动力资源丰富 刘少奇还解释 说报纸上之所以不提三年两年 就赶过英国 七八七年八年就超过美国 为什么报纸上不提呢 刘少奇告诉他们 为了麻痹敌人 我们的刘副主席 七月十九号 刘少奇说 在并设的时候 合并那些合作的时候 成立大人民共产 在并设时一厢一设 正设合一 一个厢一个设 将来是否叫设 农庄也包括不了 因为有工业 有学校 有商业 又有民兵 生孩子也有人管 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 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 有工业 有农业 有学校 生老病死都在这里 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一锤就给定了阴了 直接就要搞共产主义的新农村了 这是 那么按照少奇同志的这个意见 要直接就搞共产主义新农村的话 那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共产主义新农村 先得共产 就是 那就先共产 那你说什么是共产风 这不就是最典型的共产风 8月8号 王仁仲 从刘少奇谈话的时候说 说天津一个村干部汇报 说他们村有块稻田 预计母产超过万斤 王仁仲跟刘二斜说 刘二斜听说以后 刘二斜说一万斤是不是少了点 能不能搞他个三万斤五万斤 这样可以更好地鼓励 全国人民大学金的积极性吗 刘少奇亲口对王仁仲说 湖北升为书记 也是在这个月份 8月份的时候 刘少奇 会见过 贺鲁晓夫 贺鲁晓夫不是参加完戴文营会谈吗 然后不就是 是悄悄地来到了中国 然后呢 走的时候呢 敲锣打鼓在机场给他送走 其实呢 当时就是王主席 和这个中共 共产党 就是这个给美国人摆了一个阵法 赫鲁晓夫来的时候呢 没见报端 谁都不知道赫鲁晓夫来中国 走的时候敲锣打鼓 毛主席领着刘少奇 赫鲁晓夫来 朱德 班子所有几乎所有的成员 清朝出动 到手足机场给这个 赫鲁晓夫送行 第二天 建筑报端 头版头条 热烈的很 把美国人弄得一头雾水 不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路去的 这怎么没有报道呢 走的时候怎么搞这么热烈 赫鲁晓夫前脚走了之后 毛主席一声令下 国防部长彭德怀一声令下 823炮战 打金门 不仅把美国人给打磨 把 陈凯深同学也给打磨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尤其是美国人不敢动 一头雾水 不知道赫鲁晓夫 在北京跟毛主席谈了什么 不知道中苏两党 关于这场炮战 这个 这个 823炮战 中苏两党达成了什么样的默契 因为中苏一号 中苏条约在 不知道赫鲁晓夫给了毛主席给了中共什么样的承诺 所以他就第七舰队就不敢轻举妄动 怕引起苏联的连锁反 极其精彩 建国以后 无论是外战还是内战 这个83炮战前期 前些天赫鲁晓夫进北京 毛主席摆的这个阵 那阵都是神雷之笔 这都是神雷之笔 这哪是什么神志华之流 你看神志华之流 怎么解释这件事 说毛主席请赫鲁晓夫来 悄悄的来 走的出 悄的拉肚送走 这不符合国际外交基本利益 这做事做的不地道 惹得赫鲁晓夫同志不高兴 赫鲁晓夫同志愤怒是有道理的 这就是神志华之流 这就是神志华的解释 可笑不 滑稽不滑稽 还是那句话 什么是右派 右派就是右直 毛主席手里要有 十艘航空母舰 要有六千颗 这这这这这核弹头 毛主席还用百证迷魂阵吗 毛主席还用借力打力吗 毛主席还用满天过海 那么赫鲁晓夫在北京期间 刘少奇也会见了 也跟这个赫鲁晓夫也谈了一次话 刘少奇谈到国内大距禁的时候 跟赫鲁晓夫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现在大跃进 粮食产量特别多 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 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这都刘少奇跟赫鲁晓夫谈话的时候的原话 也包括 像那个这个文献史 像张素华 这个文献史就写官方证实 这张素华他们在说不进的毛泽东里面 说到这段的时候都把刘少奇这个事情都都都都都都被捅出来 然后我捅出来 嗯 啊 那我怎么办 白粉翻篇过去 到九月上旬的一天 刘少奇去这个 徐水之前的前两天 跟河南省委书记吴智夫谈话 廖西怎么说 廖西说今年全国下粮获得了大丰收 白面大米足够吃上两年三年的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 没必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 如果河南的西粮不充足的话 可以从其他省份调拨吗 这就江吴智夫的军啊 苏联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加土豆烧牛肉 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嘛 刘少奇还说 说他1920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时候 就喜欢上次吃面包 那个时候 赫鲁晓夫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校长 刘少奇说 赫鲁晓夫当时对我特别偏爱 专门找来做面包的大师傅 来教我怎么样做面包 刘少奇对吴智夫这么说 吴智夫后来说 吴智夫后来会议说 说58年的时候 刘少奇跟他谈过两次话 吴智夫说他谈完以后 我都向中央写过书面的汇报材料 就是刘少奇同志找我谈话了 那么怎么谈呢 他都写出书面材料 然后给中央都盛上去了 所以这些东西呢 应该在中央档案框里还存着呢 一定会有的 吴智夫说后来从刘子厚的口中得知 刘少奇是河北的 从刘子厚的口中得知 这份材料 就吴智夫写的这份 刘少奇的谈话材料 被邓小平扣了起来 不光扣了 还交给了刘少奇 亲戚人大会期间 刘少奇就62年1月份了 刘少奇对吴智夫说 说我1958年那两次 关于大跃进和你的这个谈话 我收回了啊 就当我从来没说过 那所以我发现可能说的不对啊 估计这可能中央档案馆都没有了 弄不好 戴小平扣了之后给刘少奇 刘少奇就把他给毁了 要不他怎么跟 西加拿大会上 专门要跟吴智夫做个交代 我那次跟你谈的两次话 就当我收回来 说回了 就当我没说过 这共产党人 不仅刘少奇跟吴智夫 做了这样的交代 过后 邓小平还专门找吴智夫 谈一次话 邓总书记 邓小平怎么跟吴智夫说呢 直白的不得了 也推心制服的不得了 邓小平说 说刘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吴智夫 毛主席的年龄大了 身体又不好 刘主席很快就要主持 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 河南要全力配合好 刘主席的工作 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 你吴智夫要尽力争取 奉官许愿弄虚作家 拉帮结派 都是这帮家伙他妈干的事 这是九月初 然后就去水取水了 然后九月二十三号 到了江苏 先是到南通 跟南通的干部 座谈了一把 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 能出铁就好 这是出的师傅钱 不要算成本 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 我们学会了本领 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 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 一万人炼铁 有三万人真了不起 这办法好 每个县都要出人 支援炼钢炼铁 一游未尽又到了南京 向江苏省南京市的党政干部 发为两话 怎么说 现在困难很多 花了很多力量 炼那么一点铁 按照成本算起来 是很高的 划不来 但是它有个很大的好处 把人锻炼了 将来可以炼钢炼铁 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 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才 从这样的发展起来 从这样的发展起来 我们国家精神很好 江苏省有三百多万人炼的钢铁 大多是从农村调去的 他们搭起棚子就干 情绪很高 不扯皮 不闹待遇 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 江苏省只有五十万产业工人 现在炼钢铁的有三百万 哪个大呢 是三百万大 这就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 炼钢铁可以这样做 是不是开沙场也可以这么做 机械厂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 比如这个厂要两千名工人 请你们拿两个县 调两千工人 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 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遗传 各取所需 不需要另一个报酬 而且是没有定额的 这就是刘尔奇 他就打算这么使唤中国的工人 和中国的农民 只要有饭吃有遗传就OK了 并且工作没有定额 有饭吃有衣穿就行了 就行了 共产主义劳动参加的这是 不需要报酬 不需要报酬 这标准是什么标准不知道 有衣穿有饭吃 那什么 这王光伟在中南海修大园子 这个一天在中南海里早中晚 要换三件衣服 三套衣服 刘主席是不是要把光美同学 这穿衣的标准 落实到工人农民兄弟身上的 啊 9月30号 人民日报又报道 刘少奇在江苏省常树县和平人民公社 又问当地这个什么乡党委书记 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 群众拥护不拥护啊 公社党委书记赶忙去说 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 高兴的跳了起来 刘少奇说 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 会不会增加懒人 苏州农民的话 给我们做了最有力的回答 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 而是情绪更加高了 生产更积极了 刘少奇语录 我就给大家摘到这 大家听完了 做何感想 总结一下啊 刘少奇 从上面我们说的所有这些东西 连续两天说 包括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替我们说的 我们可以得出 下面的节目 刘少奇 不顾当时中国的客观时机 不顾当时中国的实际的工农业生产 工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 歪曲了 中国人呐 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 多块豪手的总路线 歪曲了这个总路线的这个精神实质 不讲好少 只讲多快 大肆 不惜大肆的鼓吹这个高指标 不惜大肆的这个带头搞浮夸 只突出了敢想敢干 根本没有科学分析 毛尔西昨天我看乌兰西那个文理不说 毛尔西说 这是要苦干 要大鼓励这个实干 但是也鼓励破除迷信 但也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 大苦干实干 还要加上科学精神 是不是 那我们少级同志就不讲这些东西 只要全国人民跟他一起发售 不需要冷却 只讲苦干忙干 那你怎么干都行 这个根本不 忘记了我们的工人兄弟和农民兄弟们 也跟他一样是人 也需要吃饭 也需要做西 也需要基本的家庭生活 他要解散家庭 要周六夫妻在团聚 平时大家男住男营女住女营 刘少奇同志跟王光伟同志 什么时候分开关 你带个头啊 你得带个头啊 你把刘元刘婷 他们也都送到这个幼儿园 别往家借 这个根本 你看看刘尔奇从头是尾 他是征求过什么意见的吗 他搞过什么民主的吗 他的这种 这个发号施令式的这种 这种瞎指挥 他是建立在民主决策的基础上了 他走群众路线了 他听到了群众的真实的想法 他搞了踏踏实实的调查研究了 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 结果呢 廖尔奇的鼓动之下 大约进这个人民公司号运动中 大家都喊着嚷着 跑不进入共产主义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把这个中国农民的自留地啊 什么自己的那 什么包括罐条盆啊 包括什么生产工具啊 什么甚至把农民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子啊 什么树啊 鱼里都画到人民公司所有 徐水就这么干的啊 徐水 然后以徐水做试点 大肆的这个取消了这个集体所有制 然后这个这个 这个吹牛皮吹上天啊 这个这个这个 闭着眼睛说瞎话 实行所谓的全民所有制 然后实行什么供给制 搞平均主义 这就是所谓后来毛主席批评 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这个界限 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 这就是后来毛主席 失误痛绝的一平二掉三收款 五峰的结果最后一平二掉三收款 最后就彻底破坏了这场全民生 大育和人民共产 所以这一切概括起来是什么 无非就是我们从刘尔西这些画家 和他这个言谈举止上 言行上 我能看出 这就是官僚主义抢脱命令 瞎指挥 傅哈峰和共产峰啊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五峰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刘少奇是五峰的最高的鼓吹 鼓吹者 是五峰的始作俑者 他是五峰的风源 你一点都不冤枉 那么毛主席 这个一边看着全国的大军运动 一边也看着刘少奇 也看着中央这些领导们 怎么当领导 怎么领导这大伙 干的这件事 所以对于刘少奇 说的这些个婚话 做的这些错事 毛主席也都看在眼里 人民日报他天天看他 怎么可能不知道 所以毛主席对于刘少奇 对于自己这个副手 那真是给予了最耐心的这个诱导 当然也有批评 尽管是极其委婉 毛主席怎么说 毛主席怎么说 乌冷西的 一毛主席这本书里头 不是有这么一段吗 毛主席说 中国是个大国 但是个大穷国 今年大跃进 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 全国农民平均年收入 也只有七十元上下 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 也只有六十元左右 现在有些县委 我说句话 现在有些县委 你知道是谁啊 现在有些县委 不知天高地厚 说什么苦战三年 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不是发昏说胡话吗 说是穷过渡 马恩列斯 哪里说共产主义社会 还是很穷的呢 他们都说 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必要条件 是产品极为丰富 否则怎么能实行 按需分配呢 有些同志要穷过渡 这就是直接 批溜着起 尽管没点名 有些同志要穷过渡 这样的共产主义 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我们现在有些同志 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这非常危险 北戴河会议规定了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 哪一条也不能少 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 毛主义很动感情的说 反正我不准备 急急忙忙的过渡 我今年65岁 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 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 他现在只讲12年内 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并没有说到 那时就要过渡 我们有些同志 头脑发热 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 这很不好 毛主义说谁呢 我们有些同志 头脑发热 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 一个县委书记 能抢到赫鲁晓夫前头过渡 能做这种对比吗 一个省委书记要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 不是 这层儿也不够 那是谁才敢 赫鲁晓夫拼一拼 比一比 刘少奇 是吧 毛主义对刘少奇 应该说寻寻善诱 到了如此之程度 毛主义真是对得起刘少奇 二十多年培养的 犯了多少错 甚至有的像路线性的错位 毛主义极力的挽救他 为了他 最后 这个 众义难为 甚至舍了高尴 饶恕识 彭德怀 就是为了这个党的团结 最大线路的团结 为了这个党的稳定 为了这个国家的稳定 和社会主义 事业的稳步前进 就为了避免 中国共产党的分裂 哭哭泼习 循循善诱 二十多年如一日 就这样教育刘少奇 培养刘少奇 结果怎么样 什么用都没有 没过几天 碰着他困难了之后 到了61年底 62年年初 七十年大会 和七十年大会之后的 所谓的中南海西楼会议 刘少奇就开始刮黑暗风 就开始刮单杆上 一下子又从大跃进 期间极左 跳到了极右 并且一发不可说 姚主席 对刘少奇 人至义尽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